如果你是振作着自己不太终意工作的大叔宝妈 或在学校不幸选了程序员或者会计专业 但仍然怀揣着某一天转直到绘画创作世界的梦想 趁着新的一年为了梦想开始行动之前 我们还是需要自策一下 我们有没有非专业人入坑绘画 需要具备的条件 我就想当程序员你咋地 是否有足够时间 一般来说从火火材人都不绘画 到基本具备入行水平 只需要正确训练2000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说每天只需要抽一到两小时碎片时间练习 不用改变原有专业辞掉原有工作 三四年左右就能达到转直需要的绘画水平 但是影响非专业人练习的其实并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有一点空前的时间都被游戏 视频朋友圈淘宝 这些专门为了让人沉饮的APP和算法 榨取掉了 比如你现在就被这个劣质小视频 榨取了8分钟的宝贵时间 哦不不不 斗斗赚了8分钟 敢于赚了8年 可看可看 斗斗这个小伙子越来越会说话了 我们和Elon Musk 一周时间一样都只有168个小时 出去睡觉吃饭蹲坑以后 还剩100个小时不到 我是边蹲坑边射火箭 能否转直成功 能否在某一个领域修炼到出类拔萃的能力 只和我们怎么利用这每周的100个小时有关 但是专业人这100个小时都可以用来画画 我们非专业人怎么可能有这些人厉害呢 统计表明 专业人在工作岗位里 每天干实事的时间平均也就3个小时 其他时间其实也都在瞎摸鱼 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每天能全心专注3个小时以上的正确挥坏训练 长期下来就和从事那项专业工作的提升效果是同样的 很多村民想知道 要想快速提高 到底是画的张术重要 还是每当质量重要你 业内既有光头大神这种每时每刻 连贵戳衣板的时候都在画画的超美天赋的画手 也有好像只画了不多的作品就能画出顶尖效果的天赋画手 但我们只要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天赋画手的日常 就会发现他们能在一张画上花几百个小时去画 而且这几百个小时是不断地在思考光影构图形状的几百个小时 所以决定提升速度的是正确练习和思考的时间 非专业人要迅速提升 必须把有限的时间只花在干这三件事情上 Number 1 保证每次练习都是在测试某种刚学到的知识点 Number 2 如果没有在测试知识点 那么就应该锻炼观察力 也就是参考着某个现实物体 别人的作品在临摹和速写 而不是光化脑海里空想的东西 Number 3 把一段时期学到的知识和临摹来的素材组合起来 慢慢完成一张完整的作品 目的就是增加自己思考和活用新知识的时间 而不是增加糟蹋纸张和把Apple Pencil磨成针的时间 是否有足够的支持 除了时间 资金和家人的支持态度也是转职成功的必要 二十多岁的村民 只要自己每天有几顿泡面吃 能上网看个小片就行了 但三四岁的大叔宝妈 可能还有房贷要还 有孩子要养要带 是否能每天保持正常的心态 不用对抗天天跟家里抹嘴皮的阻力 轻松地进行绘画练习 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必要条件 如果原有的岗位 每天连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都无法提供 非要吃掉原有的工作的话 那也尽量保证 储蓄能够支持自己和家人 两到三年左右没有收入的状态 即使每天六到十个小时的练习时间 要等到转职成功达到之前工作的收入 这期间也至少需要两到三年 是否有足够自学力 任何人的简历上都会加上一条 我善于学习 但事实上 我们这几代被强制教育的孩子 大量是不善于学习的 自学和理解能力 严重影响到我们转职的速度 不善于学习的人 脑中原有的观念十分强大 不管从外界接收到任何新的信息 都会被扭曲理解成脑中原有的想法 前面听了村长解释 少话还是多话的原理 他脑中只听到了 哦 看吧 果然是要少话 善于学习的人一般有个特质 就是他们能够很清晰地 给别人讲解他们刚学到的内容 咱们立刻自筹一下我们的自学力吧 暂停视频 通过自己的调查 在回复或者弹幕中 用200字以内 给其他村民用人话清晰解释 2008年次贷危机是为啥发生的 哈哈 不需 我经济系的 经济和商学专业的村民 请用200字以内解释 什么是海绵体 我们的时间越是有限 越要保证自己学习和理解到的知识 是偏差最少的 练习方法是正确有效的 所以我们在网上乱找 怎么增加氛围观感 怎么画通透皮肤 怎么画光滑屁股 这些具体技巧前 首先需要具备一个绘画设计技能 提升所需要的宏观地图 这类绘画 漫画 动画的大地图 可以通过阅读斗手村之前 介绍的一些经典书籍 这几期斗手村节目 也是不错的起点 剩下一题 我们斗手村工坊已经开办半年的 村民超喜爱的绘画人必备习惯专业课程 主要也是在不断地训练和纠正工坊村民们 平常提升绘画时的方法和练习的效率 这是一个斗手村筹备两年的精品训练营 帮你把N个小时的冗长网课 浓缩成几分钟一集的精华 把傻蹲着看信息量很低的废话的时间节约下来 用在真的动手提高 通过精简的题库和有趣的小练习 一步步理解绘画中的重要知识 当你练习遇到困难时 还有村民们最爱的 手把手带你画的元素更化视频 长期有可以参加的直播答疑课和日常答疑 能保证你始终走在最不绕路的基本功训练道路上 都有村工坊绘画人必备习惯力 村长会用从业20年 在绘画相关各行各业的丰富经验 让你对整个绘画 从萌新到大佬的历程 和一步步提高的具体方法 有个清晰的认识 就算你未来不再靠老师 也能自己解决绘画中一个个难题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艺术道路 这个课程没有半辈子都看不完的课时 没有家群洗脑 电话烧了零销套路 没有手绘 版绘 这个风 那个风的区分 只有那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 但真正会抱增你未来 任何绘画相关事业的 正确的绘画人思维方式 和绘画基本功的练习方法 那些村长希望自己绘画道路上 20年前 有人能教给我的 最宝贵的绘画人 必备习惯 少这个二维码 可以免费试听 领取限量新年优惠券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朝着绘画的梦想 迈出一步 I'll be waiting 是否转退行业 对于时间充足的村民 村长当然推荐 把我们都的村工房 离每一项基本功都练好 但如果本身时间极少的社会人 或者其他专业学业 特别紧张的村民们 村长建议 先加点自己最有兴趣 擅长的几项基本功 不要平均提神 如果我们就是逻辑大脑 赛松鼠 扁平类的插画 发挥我们明暗色彩对比 或者设计构图方面的优势 如果人体就是画得像巨人 与其花十年修炼人体 扎堆去游戏原画海报类工作 不如先加强卡通设计 装饰图案 小物品 美诗等绘画技术 这类分支里 有些报酬和版权授权收入 并不比游戏海报低 能让我们更快转职成功 尝试到新职业 给你带来的实际回报 是否有持续力 有没有长期持续做某件事情 能够证明你足够持久 即使是多年玩一个游戏的持久力 也算 至少证明了你被连三次都没有弃坑的精神 我多年挑战大吃大喝 算不 那叫吃货力 不能只看了一期抖抖唇 就好像打了鸡血 决定了我要成为被历史记住的伟大画手 Fuck 我才能都这么难画 决定了我要成为被历史记住的伟大名师 是否怀揣梦想 但脚踏实地 艺术设计 动画影视的国度 对城墙外的人来说 总是充满幻想的 但事实上 专业的艺术工作 和会计 程序 投资 并没有本质区别 同样需要规范的流程 按时完稿的职业精神 商业和自我风格的妥协 并不是染个粉色紫色头发 乱画点我留风格就是艺术 在制作和发布门槛 越来越低的数码时代 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都可以在网上学习新的知识 都可以一边练习提升 一边在网上发布作品 一边了解行业 而不是闭关修炼几年 好好老夫终于学成出关了 才发现你其实想画动画 但修炼的全是插画技术 要转值原画插画 去插画设计平台 发布点同人图 看看编辑是否愿意推荐 要转值漫画动画 创作几个小故事 发布出去看看观众反响 从接点小稿件开始 看看客户是否满意 去社交媒体 接触自己想要进入的行业里的插画师 或者执着人 每天都拿起笔画一画 让自己一步步 踏实地过渡到心仪的行业 我们现在这种消费主义世界 总强加给我们一个梦想 目标 好像达成就了不起 没达成就是fucking loser 这种世界观 只会让我迷失在不满足的痛苦 因为梦想之后还有梦想 成功之上还有成功 美言不够还能换脸 我们并不需要把转值 当成是一个 马上必须要完成的重负 如果转值成功 good for you 如果没能转值 你也多学到了一个 打开创意思维的技能 帮助你原有的专业弹飞 同时也让你的后半身 你的后代 多一个长期的兴趣 梦想不应该只是一个目标点 而是每一天 每一秒 是否做着想做的事情 的机 村民们 下次见 Merry Christmas Have a Happy New Year 欢迎订阅 我愿意吗?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 我愿意吗? 我愿意了 请你不会再看看